若望末世录 第七章 这世以后,我看见了四位天使 站在大地的四角上,握住地上的四股风 不让风吹向大地、海洋和各种树木 我又看见了另一位天使 从太阳出生之地上来 拿着永生天主的印 大声向那领了伤害大地和海洋权柄的四位天使呼喊 说 你们不可伤害大地、海洋和树木 等我们在我们天主的众途合上 先盖上印 以后,我听见盖了印的树木 在以色列子孙各支派中盖了印的 共有十四万四千 由尤大支派中盖上印的有 一万二千 勒乌本支派一万二千 加德支派一万二千 阿歇尔支派一万二千 纳菲塔里支派一万二千 莫纳邪支派一万二千 西莫昂支派一万二千 内卫支派一万二千 伊萨加尔支派一万二千 泽布隆支派一万二千 若瑟支派一万二千 由本雅明支派中盖上印的 有一万二千 在这些事以后 我看见有一大伙群众 没有人能够属清 是来自各邦国 各支派 各民族 各异语的 他们都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 身穿白衣 手持钟缕枝 大声呼喊说 救恩来自那坐在宝座上的 我们的天主 并来自羔羊 于是所有站在宝座 长老和那四个活物周围的天使 在宝座前 俯伏于地 朝拜天主 说 阿门 愿赞颂光荣 智慧 称谢 尊威 全能和勇意 全归于我们的天主 至于无穷之事 阿门 长老中有一位问我说 这些穿白衣的人是谁 他们是从哪里来的 我回答他说 我主 你知道 于是他告诉我说 这些人是由大灾难中来的 他们曾在羔羊的血中 洗进了自己的衣裳 是衣裳血白 因此 他们得站在天主的宝座前 且在他的殿余内日夜侍奉他 那坐在宝座上的 也必要住在他们中间 他们再也不饿 再也不渴 烈日和任何炎热 再也不损伤他们 因为那在宝座中间的羔羊 要目放他们 要领他们到生命的水泉那里 天主也要从他们的眼上 失去一切泪痕 失去一切泪痕 一下 晚安